大家好 欢迎回来HeyChill Channel 我是Dino 今天想和大家说一套台湾的懸疑推理剧《瑞士避害者》 它本身是一套很有台湾味的短剧 整套只不过是8集 但它上架的短短几天 就在台湾和香港的Netflix排行榜排头10 整个故事本身就是说一宗暂时谋杀案的谋杀案 它着重的位和普通的懸疑剧有些不同 它不会过分针对里面的细节 或者一些案情的复杂性 虽然它也有 但是它会将它的重点放在里面的情感位 以及对社会的一些控訴 里面要带出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 生存其实比起死亡是更加需要勇气的 现在就讲讲究竟为什么那么红 第一点就是演技的大爆发 当中的英俊张孝泉和刑老黄色然的演技 我自己就觉得它是挺好的 张孝泉扮演一个有亚氏百格症的监视官 它的动作 面部表情和对答 都做得出那份社交困难的感觉 而黄色然表面上是一个火爆刑警 但同时它也扮演到它内心的那份温柔 两位的演技为整套剧加了很多分数 其他的不同配角 例如林森渔 李林等等 也将每一个角色都发挥得临尼尽致 就好像一个又一个活在痛苦社会下的悲惨小人物 第二点就是它表达的忠心思想 它里面讲到自杀不是最终的方法 其实活着比死亡更加需要勇气 整件案件是一个集体自杀的事件 自杀者认为了断自己的生命 就可以逃避一切的痛苦和煎熬 减低对再世人的苦慮 但其实自杀根本不是最终的出路 所有要解决的问题和情感 不会因为这样就消失了 反而其实产生的会是更多的问题 当大家去细尾这部电影的时候 就会见到每当有一位故事人物死去的时候 他们身边的亲人 朋友 其实是更加伤心和内疚 虽然活着是困难 但是我们活着的话 才有机会给我们创造一些新的希望 所以千万不要自杀 整部剧暗示了很多台湾的社会问题 故事里面那些自杀者 大部分都是一些被社会忽略的人物 譬如有男而生 女而生的游城浩 还有张孝泉的单亲厌世女江晓曼 以及曾经受过家暴的李亚军 社会对以上的这些问题 其实包容度是很低很低 他们会歧视 欺凌 杯葛 大家对他们的帮助是不足够的 说的不是金钱 而是一些真正的关心和接纳 第四样东西就是 当我们错过了一些东西的时候 就是错过了 就算怎样都好 我们也改变不了 张孝泉因为他的工作 放弃了他的家人 许慧玲因为追求爆炸性的新闻 间接就害死了庄炳荣 就算在往后的日子 张孝泉希望救回他这个验射的女儿 但是根本离谱不到 女儿成长时的那份悲痛 他妻意离开时的那份伤感 许慧玲曾经尝试阻止他的公司 再抹黑这些自杀者 甚至协助张孝泉找回他的女儿 但是就算做了这么多事 他都忘记不了自己伤害人的那份悲痛 正如黄秋生所说 人生处处就是留遗憾的啦 正正因为这些遗憾 我们才有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虽然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但是将来我们总有机会可以做好 譬如张孝泉最后和女儿 都恢复了一个良好关系 而许慧玲也因为这件事 从中得到一些反思 最后想赞一赞的就是美术组 和特技化妆师 他们的容诗和智焚等等 这些画面都做得很认真 每个场景都很有台湾的特色味道 和气氛 整套瑞士避害者算是不错的一套短剧 说不定看完之后 都会改变了你对生和死的一些想法 欢迎大家留言 如果喜欢的话 就记得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